封心病怎么治疗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倪新海 中国医学科学院副外医院 肺血管与综合内科医病区主人医师 封心病一旦有了发现了 那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式吧 我们一般封心病分个轻中重 要是重的话 那可能需要外科手术治疗 进行翻办 包括二间办 主动卖办 进行翻办治疗 那么中度的不是特别重的话 我们也可能推荐药物治疗 包括防灿的时候 用低高心强心心摔 那么利尿 这些都可以用的 和平心理市场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用心理市场的药物 包括Beta-Luke白手术组织剂 一旦有防灿 有防扑 我们可能要防止血栓的药物 抗凝的药物 比如说要吃发花灵 立发沙斑 打不加群 这一类的抗凝 那么对于这种半膜狭窄 我们这些年也有这种介入的方法 最早必是扩张 这十年二十年有介入治疗 叫做二间半穷囊扩张 但穷囊扩张 一个是可能时间管十年 十年以上 年轻的适合 对五十岁六十岁的 对球囊扩张效果也不太理想 最后假如说半膜狭窄严重 我们可以做外科手术 比如说二间半的狭窄 灌密不全 主动脉斑有钙化 可以进行外科的翻瓣 手术翻瓣 半膜的方式来进行治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